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开箱介绍实测的产品 也是被敲完很久的酒杀M.2水耳塔式散热器 老实说这种巨大M.2 SSD 塔式散热器 在现在M.2 PCIe 4.0 读写速度真的是在占未来 耐心等待PCIe 5.0 M.2 SSD 的到来时 加上6公分以上大风扇的帮忙 大多人把现在M.2 SSD PCIe 4.0 的发热量大力压在地上摩擦来为好几次 这也是我一直不想去测试它的原因 但要等到M.2 SSD PCIe 5.0 上市到平价化 可能还要再等一年的时间 所以还是先来测试给需要的观众参考一下 那就先来开箱介绍一下酒杀M.2水耳散热器 那它为何要取名为酒杀M.2水耳呢? 真的让我很好奇 所以我上酒杀官网查看一下 结果看到后 于是我笑了 原来它前面还有两个哥哥 而它是排行老三 所以很简单又直白的叫M.2老三 也算是合情合理吧 不是吗? 那它的外包装是用一般大众彩合印刷设计 保护性还算可以接受 而左右盒上面就是一些公司英文名和精神标语 而在背后则是产品规格介绍说明 在下方处则是公司资讯 打开盒盖后 M.2水耳散热器主体是用塑胶泡棉固定 稳定性还算可以 把散热器主体拿起来看看 哦? 它的散热贴是存放在固定M.2 SSD空间里面 而它附的散热贴有三个 由左至右分别为厚中薄 规格厚度齐全 供你自由搭配使用 算是蛮贴心的考量 再来最后是一张 屏管合格阵 没有附上任何工具给你 M.2水耳上面配备的 是6010的八叶片6公分风扇 而且具有PWM风扇温控转速功能 最大转速有3000RPM 能提供14CFM的风量 而在塔上顶部有贴上印有九杀英文名的黑色保护贴片来做点装饰效果 而这铝鸡片摸起来会有明显的割手感 在安装使用时要多注意一下 免得割伤流血 而它的导热管是使用一支直径10mm杜虐导热铜管 再贯穿27个铝鸡片来达到传递热源散热 而体积大小是和利民HR09 2280 Pro一样巨大 但整个工艺水准我觉得利民的Pro版本比较好 Enter 2随意给人是有点中阶价位便宜不贵的塔散感觉 而底座则是使用CNC加工铝鸡板 但加工质感真的不太优 还能看到毛边卡在沟槽里面没有清理干净 哎呀好可惜啊 在底部底板则是使用不锈钢材质 最后整体看起来就是表现中阶等级的CPU塔散感觉 给人有种便宜能散热就好 不要求太多质感外观 真的不知道它的散热效果是如何 感觉让人有点担心啊 而这次测试平台是我目前主力的测试机 CPU是Intel 12代i7-12700K 主机板是基加Z690LG DDR4 记忆体有48GB 频率为3600MHz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是微星MPG CoreLiquid C240 NR2 SSD是WD黑标SN850 500GB PCIe Gen4 连续读写有7000和5300MB每秒 显示卡是微星Gaming XTrio RX 6900 XT 16GB 因为这次有加挂风扇主动式NR2 SSD散热器 所以等一下我们使用AZ System Test会测试到5次读写成绩 来看看NR2 SSD的主动散热效果能达到什么极限值 能再把NR2 SSD发热量压到多滴 好 安装完成 快来上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7度冷气房 首先是开机待机3分钟后的温度为32度 哇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啊 它的主动式散热能力把SN850压得非常凉爽呢 比先前测试过的主动式NR2 SSD散热器还要好 但先别高兴太早 毕竟它的散热体积是别人的2-3倍大 如果温度还压不下来 真的可以拿去填海了 接下来是第一次测试 在SN850大量无情释放毒血产生热度 马上飙升了5度来到37度 嗯... 这水准是和利明HR09 2280 Pro版是一样表现 但你可是有加挂风扇散热呢 怎么和没有风扇一样效果呢 怪怪的 接着在第二次温度测试 又再升上了3度 已经来到40度 看样子不妙哦 这样加热风扇吹送 并没有效能把发热量压更低 再来是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 哎呀...见鬼啦... 整个NR2 SSD发热量这时测到只有38度 结果变成不升反降呢? 看样子在后面的测试中 我不能讲解太多话 不然一不小心拖长时间 会被NR2足以散热大量降温 不废话 马上接着测试第四次 看它能把温度再提升多少 OK 回到前一次40度的水准 别让它掉下去 再接着超下去测温 哎呀...也掉得太快了吧 马上来到39度了 再来 咻...OK啦... 终于在连续不断测试到第十次 才让我了解九杀NR2 3 在每次升温都只有一度而已 而且你还要不断测试 才能感受到它的升温动作 然而会有这种怪怪的问题发生 原来它是有工作温度的基本要求啊 只要能达到它的40度工作温度基础要求 它就马上能全力发挥出它的实力啦 只要你的NR2 SSD没有在读写动作中 就会马上被它的塔散和风扇狂降5度 这种惊人的表现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怎么会有那么强的NR2 SSD主动式散热器出现啊 连线在测试完待机3分钟后 马上能降到34度 足足降了8度左右 这种降温表现 我敢说在未来的NR2 SSD PCIe 5.0时代 九杀NR2所以也是能把温度压制的好好的 对它来说可能只是小菜一点而已 现在我必须把前面有点鄙视它的眼光都要拿掉 在目前NR2 SSD PCIe 4.0发热量压制 根本没有一个是它的对手 可能可以说是把它们都压在地上摩擦也不为过 好恐怖的九杀NR2 3散热器 但你也必须知道它的一些缺点所在 如果你自己组装电脑没有我提到的问题点 你绝对可以大胆安装它来使用 首先是九杀NR2所以散热器在加风扇后 它的体积空间占用的又更大了许多 虽然说上面的风扇是可以加减 帮显卡降温一点 可是它的风扇距离水冷头也只剩一个手指头的空间 如果你改用带有2.4寸显示资讯高阶水冷头 应该是会相互卡到无法安装下去 再来是它又太接近主机板 还有散热马甲区 如果你是使用更高阶的主机板 那它的散热马甲通常更是大到夸张到不行 你应该也是很难安装它使用 所以如果你都没有以上提到的问题 你绝对就能快乐的安装它来使用 享受它为你带来高速降温的效果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更好的NR2 SSD散热器要推荐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速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货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